你读书班到得读秀了吧 其实谁当皇上不一样啊 你要是不跟着喊几声 接太上房回来的话 太后会不高兴 可你别使劲喊 他回来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 可对你对现在这个 那是个赔本的买卖 老羊头被于谦的父亲生气死了 当初朱祁镇在位时 狗狗生生要杀于谦 要不是自己拼命力保 他早就被大卸八块了 可如今朱祁镇自足自受 葬送了大明朝半数家点 自己还做了瓦剌人的俘虏 文武百官嘴上不说 心里都在骂他活该 唯独于谦跟二愣子似的 当着所有人的面 嚷嚷着要把太上皇接回来 你他妈是嫌自己命长吗 眼下保卫产力的大功 这场上一咋完 你就是第一全臣了 他回来还能有你的活路吗 您觉得不能把太上皇接回来 杨世纪被问的脑瓜子嗡嗡的 这个皇帝谁当都一样 要不是顾忌太后 谁会傻了吧唧的喊口号 城外那位救门天子 早就把大明的脸丢尽了 百官都巴不得 他死在瓦剌野仙的手里 如果朱祁镇真的回来 对任何人都没有影响 唯独对于谦和现任皇帝朱祁玉 是妥妥的灾难 在那老头苦口薄心的劝书 换来的不是感激 于谦一把将其推开 怒目而视 警告他说话要慎重 你以为我在跟你说小人话吗 你要不是于谦啊 我才懒得跟你说这些呢 我们老了 这场仗打完 想把你啊 推到内阁首府的位置上 再给你搭个听话的班子 这样大明还能再兴旺三十年 杨世奇表示 朱祁玉本质不坏 能力也是有的 再加上太后对于谦极为信任 可谓前程一片大豪 何苦为了一个败交子儿 断送掉全臣之路 与此同时 朱祁玉派了个小小军官 跑到瓦剌大营 提出让野仙退出长城 送太上皇回京 朝廷自会赏赐金银安抚 双锋谁都不吃亏 赐金银五百两 五百两还是五百万两 我耳朵没听错吧 要把你们太上皇接回去 处五百两银子 派一个传令的小破军官 是小看我瓦剌呢 还是小看你们的太上皇呢 老子带几十万大军 在北京城下打了几个月 你就是打分要饭的呢 也先当上提出 五千万两的赎金 少一分就撕票 等到使者离开后 他才露出了真实想法 也向大明的二十万山东被窝兵 已经驻扎昌平 随时都可能在背后发动攻击 江苏的五十万运粮兵 也即将赶到 他们想让我们一人一马 出不了长城 他有多大的胃口 撑死他 撑死他自然可以 我们也元气大伤 我把你们从草原上带来 就得原样带回去 也先当即下令 各部队轮分派出青旗兵 骚扰北京城 主力后撤 众人一听就不干了 咱手里还攥着大明皇帝呢 这个是天大的狗屎晕 再活十辈子都碰不到这么好的事情啊 是啊 你们觉得 北京城里的皇帝 真的看中那个废物吗 他是拿五百两银子 羞辱我们 那个皇帝啊 他已经没用了 反攻这事 我做不了主 是 你说什么 我没听错了 你再说一遍 皇上 这事您真做不了主 太上皇在他们手里 我们投鼠忌气 伤了太上皇 我们何以面对他以后 朱祁玉这个皇帝当的是真憋屈 对外 他北京保卫战中 多次身先士卒 对内 是他被推上皇位 才稳定了军心民心 可如今 就因为要顾忌城外那位 葬送了五十万大名精锐 害得国家险些沦丧的太上皇 明明战尽优势的明军 偏偏只能坚守 不能反攻 朱祁玉心里一万个不乐意 可惜 军政大权又被孙太后牢牢把控 他只好打碎了牙 往肚子里咽 思考良久后 朱祁玉决定先斩后奏 四日一早 直接把开炮的旨意 下到了城楼上 于谦正忙着和小弟们 讨论接下来的战略 突如其来的炮响 吓得他 猛得睁大双眼 那是把太少皇死的慢 侦探娘不是东西 就盼着咱一炮把太上皇拍死 然后好住咱的九族 于谦当机地段 效令金师三营发动冲锋 如此一来 城楼上的火炮就必须停下来 以免伤到自己人 于谦让骑兵随便转一圈就回来 生了皇帝的旨意 也不至于逼急了瓦剌人 直接把太上皇撕票 周祁玉本以为 这一次总能坑死哥哥了 不料他没等来报喜的太监 却等来了一连怒火的孙太后 打仗不是你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 流程是很复杂的 先上主将先报方案 之后又六部进行审核 再递交内阁研究 最后才会交到你手里决定 别说是你小子 就算当年那位酒精沙场的永乐大帝 也没这么干过 太子爷不给批钱 他打个冒险呢 朱祁玉被殉成了三孙子 两在原地半天不敢说啥 好在这时 太监赶来汇报说 朱祁镇没有被炸死 这位九五之尊 才长长的出了口气 立马向孙太后认错 承认自己只会有 甘愿受罚 太后也意识到了刚才的失态 本来朱祁玉对此就非常敏感 哪有当皇帝的 被后宫妇人指着鼻子骂的 刚才是我说话太急切了 冲撞了皇上 等我跟回来 还是让他做皇上吧 太后太后 你这样一闹 你觉得瓦剌人还会放他回来吗 孙若薇相信儿子朱祁镇 迟早会被送回来 他唯一担心的是 今天这段炮轰下来 本来没啥仇怨的朱家哥俩 恐怕会彻底闹掰 大臣们又将如何看待 企图杀兄的朱祁玉 如果你的胸怀和眼界再大一点 或许还真能成为一个好皇上 事实上朱祁玉也用不着望子菲薄 北京保卫战中 他已经展现出足够的魄力和担当 虽然谈不上时寻时美 但和朱祁镇比起来 简直甩了好几条街 关注我下期再见 喜欢的观众 记得一键三连多多转发